今天的节目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还有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就是新冠肺炎结束了 这个不是我说的 是我们国家最权威的医学明星福奇博士亲口说的 在昨天下午的PBS新闻时报的节目中 福奇博士告诉大家 美国终于摆脱了新冠肺炎的大流行阶段 我们终于摆脱新冠肺炎了耶 我们终于可以回到正常生活了耶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但是我们是不是好像早就已经摆脱了新冠肺炎呢 你有多久没有听到有人生病了 反正我是很久都没有听过了 好吧不管怎么样 这也算是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但是接下来还有一个坏消息 咱们一起来听 疫情结束了 但是疫苗还得接着打 而且不光是接着打 福奇博士说了 以后得定期打 这玩意就跟那个流感针一样啊 一年打一回 原来这就是为啥 他们一直把fully vaccinated完全接种 这个概念换来换去 到最后干脆就把这个概念取消了 因为不可能有完全接种这回事 这回我们之前所有的猜想 真的全部都成真了 福奇博士已经亲口承认 疫苗这个东西就是会变成定期接种 疫情不是结束了吗 怎么还让人定期打疫苗呢 不是你就别说定期打疫苗了 你怎么还让人打疫苗呢 如果病毒真的那么可怕 疫苗真的那么有用 那根本就不需要政府强制啊 人们挤破了头 也得赶紧把这个灵丹庙药给打上 我们每天都会有的困扰 就是每天早上起来要穿什么衣服 如果你跟我一样 在乎自己的形象的话 这边建议你去 abunding glory买一件衣服 abunding glory是一间基督徒的公司 专门使用高级的面料 帮助教会还有敬拜团 不只是T恤啊 还有什么那个武器啊那些东西 他们使用特殊的印花方式 来让很一般的印花更有特色 我今天穿的就是他们其中一款 真的穿起来非常舒服 想要同款商品 现在就可以去abundinglory.com 购买他们的衣服 不但可以帮助一间基督徒保守派的公司 购买金额的10% 也会来支持AI News 继续传达正确的价值观 购买时使用折扣码AI News 也会同时享有5%off的优惠 现在就去abundinglory 购买他们的衣服吧